dj Hi everyone,我是快樂大學Hyappiness University 的雄仁謙 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我們往往搞混了成功與熱情的差異 在上一支影片我們談到了 天賦跟熱情是不一樣的 我們更進一步的談到 很多的成功人士 特別是進行所謂的成功學 激勵學的訪談的時候都會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想要成功 你要對你的工作抱有熱情 特別是一個工作上面 我們想要把這個工作做好 我們要有熱情 反過來說 如果沒有熱情 就沒有辦法把這個工作做好 的確是如此 所有的成功人士都這樣告訴我們 但這一件事情我們產生了一個誤會 這個誤會是一個邏輯上的陷阱 那這個陷阱有點複雜 所以我用簡單的例子來形容 比如說如果我想要做好一個漢堡 也就是成功 我不可或缺的原料是麵包 也就是我的熱情 如果我沒有麵包沒有熱情的話 我是不可能做好那個漢堡 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當我們聽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了一個矛盾 我們害怕我們不成功 所以我們只顧慮的熱情 我們只想要知道自己的熱情是什麼 然後以為我們把熱情做到最好就可以成功 就好像我們知道沒有麵包 就做不出漢堡之後呢 我們就忘記其他的一切元素 忘記了漢堡的所有其他元素 一心一意的想要去找自己的麵包在哪裡 但是僅僅有麵包是不會成功的 僅僅有麵包是做不出漢堡的 更重要的事情是 當我們知道沒有熱情就不會成功之後 我們就誤以為有熱情就可以成功 所以我們就覺得OK 我要去找我的熱情那就夠了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像我們剛剛說的 沒有麵包就做不成漢堡 但不代表你有麵包就做得成啊 我們現在就好像一個知道沒有麵包做不成漢堡之後 然後只想要找到麵包 然後覺得找到麵包就可以成功 這樣的人一樣 我們知道漢堡還有很多其他的重要配件 同樣的成功還有很多其他的重要配件 所以首先我們要強調的事情是 不要以為找到熱情就可以成功 很多人他沒有辦法去放下其他的東西 他一心一志想找到自己的熱情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 他以為找到熱情就代表可以成功了 所以第一個重點就是 找熱情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成功的唯一要素 很多時候我們一昧的想要去找熱情這件事情 反而阻礙了我們看到其他東西 我們一心一志想要找到熱情 因此一開始心態很重要 我們要怎麽樣去找熱情 找的方式是重要的 第二個很重要的重點是什麼呢 是在於因為人的人生是一輩子都在浮動的 很多熱情是你在20歲有的 你到了30歲未必會有 比如說有些人可能在20歲的時候 非常的喜歡煮飯 但是到了25歲那年他才發現 他更愛的是極限運動 所以如果他在20歲那年 一心一意志想要煮飯這件事情 而放棄了去看待其他事情的機會的話 那他其實就某種程度上屏蔽了 他未來有可能看到其他熱情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找到熱情這個東西 並不是一個我停留在現在 我想要去從我的人生經驗面找到熱情 而是在日常生活中 發現某一些事情會讓你想要做的更好 發現某一些事情是你特別努力想要做的好 發現某一件事情你做了之後會受到別人肯定的 這些事情才是熱情的可能性 我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做的工作 跟我喜歡的東西沒有關係 這樣我就沒有熱情我就不會成功 在我們喜歡做的工作裡面 一定有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定有一個部分 是你可以做的更好 是你做了之後你覺得你有成就感 在這個地方下功夫 他才有可能變成培養我們熱情的一個機會 既然如此 我們知道熱情跟成功是兩件事情 我們知道成功需要靠熱情 但僅僅有熱情是不會成功的 因此一心一意專注的 只想要去找自己的熱情 害怕自己沒有這個熱情 就不會成功 其實是多餘的 為什麼呢 因為熱情往往是可以 在你人生的某段經驗中 突然意外地被創造出來的 而這要怎麼意外地被創造出來呢 或者是說有怎麼樣的方式 可以幫助我們 提高這個去找到熱情的機會 從人生非常普通的生活中 突然找到一個你可能有熱情 你喜歡的東西呢 我們在下一支影片與你分享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到我們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網站 happiness university.net 在裡面填入你的電子信箱 加入我們哦 現在你只要填入你的電子信箱 我們就會免費送你兩本電子書 裡面詳細的談到 要怎麼樣面對我們人生中的各種課題 諸如壓力過大 時間不夠 人際關係的溝通 不知道如何拿捏等等的這些問題 很多是我們人生中瑣碎的小事情 但是這些小事情拼湊成了一個大問題 我們裡面提供了很簡單的幾個步驟跟法則 能夠讓你們快速上手 加入我們 一起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試試看吧 你會更快樂的 give it a shot 你會更快樂的 我會更快樂的 我會更快樂的 我會更快樂的